哈喽,大家好,今天又来干喊了 今天天气特别的清好 东北潮水都推下去了 我们在上面找一找,走,看看有什么时候 这个沙包 从这里到这里的 是毛眼罗,错不了,哎呀 这是我装毛眼罗小的高手,看这里 涂水了 哇,大肉 吃啦一下的,吃啦一下的 水就捏出去了 就是里面一包沙 好多朋友私信我说,一定要洗干净再捏 他们有强迫症 看一下这个,哎呦 这个这个好肥美吧 哎呦,夹住了,我的妈呀 这东西夹着正的夹住鞋 上次被扇被夹得 手都破了,真的是啊 海鲜可有力气了 个头不小啊,带着 这边这个,没有张嘴 不过个头也不小,把它敲出来 哇塞,这个大,这个大 我天啊,这个比那只要大哦 你给它带着了 收了 看这个,也是个小沙包似的啊 咱们偷看看 哦呦,我试到它的肉肉了 试到它的肉肉了 怎么样 这只个头不是很大 但是也可以 看看我的眼里怎么样 收了 水中里面会不少的 那我继续把它找一找啊 这下面是个扇被吗 扇被壳 扇被壳 壳就不要了 哎呦,这前面什么 这个多宝鱼啊 这个多宝鱼 身上 毛长的什么呀 跟毛毛似的 感觉在这很久了 让大家看看火不火啊 哎呦,会油,会油,是火的 啊,这东西感觉可会装死啊 对啊这种多宝鱼 好有力啊 铺腾起来了 哎呦,你的道他吗 回家清蒸吧 这个多宝鱼 不大 没内 whats 别铺了 哦好大这只 快瘦了放桶里面吧 这只太活跃了 哎呀打电手痒了 这桶里面还凸 走吧再去找找别的 哦这只暴展鱼 完全爬上来了 在这教室缝里头 干什么啊 长腿的啊 嘻嘻 嘻嘻 嘻嘻还不小的呢 收获也不错 咱给它带着 回家做一盘青椒腊炒 这边啊是握着一只小八爪鱼 错不了啊 种小八爪鱼就喜欢握着啊 看看看 张开了 伪装的很好啊 差点就错过你了 在这了 哎呦 放到桶里面 看这只大长腿 哦呦 握在这里 你看到没有它这个 脸这里有一个更肿瘤似的 发青哎 还是被人揍了呀 你这只 给打肿了 哈哈 好搞笑啊 这只八爪鱼 不知道怎么了 哎呀不管咋样啊 咱给你带着 回家再说 给它医治一下 放到桶里面 下面有只大螃蟹 看 哎呦 哎呦 有反应有点迟动 抓到了才反应过来什么用 哇这大钱的 应该挺肥的啊 还是一直抹的呢 来 放到桶里面 哎这没做两步发现一个海胆 看 哎呦这个海胆长得真好 回家可以做个刺身 不要吃剩的吧啊尝试一下 还是活的 是活的哦 给它带着带着 这边也是一只防线 好 好 这冬天了 这个海蟹繁衣 真是够迟动的呀 看 他想跟我斗一下 哎呀 完了 来吧上我桶里 看 这边这个桌子里面 藏着一只啥呀 看 两只眼睛金黄色的 虽然它这个颜色 跟它周边的颜色 环境特别的像啊 但是 还是被我发现了 哎呀 这个脚 那是伸得那么紧干什么 哎呀 扒在这上面 上面还有一些海螺 哎 哇这只巴掌鱼 个头不小 一只短腿的小豹头 说了啊 我把它摔到水里面 看看它会被吐沫 它不是会攻击人吗 看 哎 还有吐沫哎 短腿的特别好吐沫 想让大家看一下 像了吧 那这只比较风顺 给它收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看 这个收获不错啊 海板 八爪鱼 然后还有这只多宝鱼好大呢 墨远楼还有螃蟹 那就回家了啊 庆祝多宝鱼 走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张啊 我现在到我们制造这边 最大的一个海鲜食堂 十九海鲜市场 我打算挑战用一百元 做一顿丰盛的海鲜晚餐 我们现在挑一条 现在的海鲜种类特别的多 老板 现在这个活下多少钱已经 九十 九十啊 太昂贵了 消费不起 白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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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二十二 买一条黄花鱼或鲁鱼清蒸鱼 这螺鱼怎么买的? 的螺鱼? 这样一口螺鱼吧。 24块钱 费类比较便宜 买点费类的 现在这种小海螺怎么买的 小海螺20 这种呢 那种30 还有46块钱还能买点水 老板这个 二十二十一斤 一斤的穿几个 一斤的穿几个什么 一斤 一斤从这么点 回家接着吃 很好吃 行了 够了 一斤饭来不得一斤饭来不 你想想多少钱啊 你算一下多少钱 好吧 你还要吃 你还要吃 他有20块 他有退货的20块 能买点水吗 这个你给我找一斤的呗 我只有20块钱了 这一个 大楼 上面不都是洞吗 没你啊 他只有洞吗 你在里面 罢了罢了 要一个 不就一个只要20块钱 十九 十九啊 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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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一块钱呗 十九 好吧 来 谢谢啊 谢谢 买了这么多的海鲜 还剩一块钱 现在我们回家做啊 肯定会做出满满一大段子的 三分海鲜晚上 走吧 这些海鲜 全都回到家打理好了 这个饭被 这个鱼是我婆婆在煎的 我煎鱼不太行 所做把握不好 油煎蛇踏鱼 做好了 上桌了 我打算做一个蒜蓉粉丝蒸扇贝啊 把这个扇贝放到泡泡好的这个粉丝上面 我这个也真是太巧了 选的这些扇贝 一个带黄的都没有 我们炒到蒜蓉下啊 蒜蓉切末的香槟了 用油炒一下 放点盐 放点白发肠 放点蚝油就可以了 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蒜蓉蒸粉丝放到这个锅上蒸一下啊 顺便把这个鲁鱼也蒸一下啊 我刚刚在上面放了一层油 放点那个姜丝 这个葱花去去腥 开火蒸个七八分钟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炒的茄子大虾啊 葱姜包上后放入大虾 炒的颜色泛红色 我们放入这个番茄酱 一个倒的水 炒出来的根 最后撒一碗小香菜啊 点缀一下就可以上桌了 接下来我们再炒到这个乌鱼啊 葱姜跟小米辣 炒香后放入这个切好的乌鱼辣 再放入韭菜 放入葱花 淋上热油 这个鱼身上也能放热油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放香了 很丰盛是不是 100元 海鲜大餐 先尝尝这个茄子大餐 嗯 很好吃 尝尝这个鱼 这个鲸鱼特别好吃 我们这边都卷一面 看那个鱼肉 嗯 嗯 好久没有吃这个鲸鱼了 看到特别的美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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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鲸鱼 要紧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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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啥子就转车了 嗯 今天下可贵了 市场上活下九十一斤 嗯 好 辣不辣 还行 嗯 蒜 咱们今天这期的视频就先录到这里了 大家想看我吃什么 然后可以在屏中去告诉我 下期再见拜拜